蒋介石曾拜师上海黑帮大佬黄金荣 1919年 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当经纪人 炒股投机失败后 欠下巨额债务 走投无路的蒋介石经过海上文人于恰青的介绍 投拜黄金荣为师 黄金荣帮他还了欠债 并借他路费去广州投靠孙中山 1927年北伐时 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回到上海 在旁人的提醒下 顾及蒋介石的颜面 黄金荣将拜帖归还蒋介石 并且以后绝口不提此事 1947年黄金荣八十大寿石 蒋介石作为当时中华民国总统 去给黄金荣贺寿石 竟然行跪拜大礼 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给黑帮头目磕头的国家领导人